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傑新時代的頻道 我是劉文傑 今集想跟大家講講 講一些黃之鋒和張秀賢的東西 黃之鋒寫了一篇文章 我肯定這篇文章不是他寫的 是有人幫他執行的 因為他沒有上載字跡、密寶的東西 整個文章只有電腦的文字 而文筆是異常地暢順的 待會跟大家分享就會舒暢一點 所以這篇文章不是他寫的 不過應該是他的思維上告訴別人 然後叫別人打出來 他基本上都是爆反暴 找食困難 然後又說張秀賢早有做反骨仔的感覺 他甚至乎是 預言會有更多反暴派的人會轉軚 喂 轉軚? 但是他們那時候又說手足不割席、不督灰 這些東西去了哪裡? 到底整件事是怎樣呢 待會跟大家一起去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 留言訂閱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影片 黃之鋒就說 在1月27號的清晨 他老早就醒了 開收音機 聽陳公子主持的情郎 然後談及到一宗新聞 就是混水 這個混水和一眾的苦主 揭發一個出身社運的前區議員 借錢不還達7位數字 大家都知道誰 就是張秀賢 已經爆發出來的 所以現在沒有人不知道 欠債那個人還說可以搭路 幫人見到葉柳之而處女的東西 去年已經在犯人欄 已經聽過有關消息 再加上節目觸及到銀跟 以及中間忍的關鍵詞語 即使主持人沒有開名 都大概猜到是誰 他就說中午收到報紙的時候 不出所料 真是 他還要貼上張秀賢 真是張秀賢 你 你是你 肥仔看哪裡 是你 然後就說 有不少報道 都報道 張秀賢疑此便知 和欠債累累 很多都是簡述 她是學民思潮的前成員 更加有一些報道就說 寫著她是曾經與黃之鋒並肩作戰 然後她就認為 除了覺得自己和從前組織的名字 竟然因為這樣而上報 感到非常唏噓 其實學民思潮混了 那時也搞了五年 不過張秀賢只留過一年半在那裡 對於今時今日 人們對她的評價仍然是學民思潮 即是這傢伙沒甚麼成就 即是擺明是一夜便下她 跟著說對她的評價很差 那些評價差了 已經在十年前有跡可尋 前居可鑑 她說固然過往都沒有試過公開說張秀賢 但她說事態實在太嚴重了 嚴重到現時為止 她都覺得要多說些東西 要更加完整地呈現以前的東西出來 引以為鑑 即是甚麼 即是篤灰 割蓆 賀文思潮 不是 她入了短時間 這個就是割蓆 是不是 她以前做了些甚麼 我現在說了 這個不篤灰 不割蓆 不篤灰 是甚麼來的 吃得假 不過這樣 可以叫做 騙多眼球 多些人看 都可能對她來說有好處 她說在2013年入秋前後 沒錯了 十年前了 其實九年而已 2013年的入秋 現在2023年都未立春 她說十年前了 九年多了 正正是 學民思潮內部職位換屆的時候 選舉了 張秀賢當年是未能夠連任 學民思潮的發言人 那段時間發生了兩件事 值得大家斟酌 第一 她書展經Roundtable 去推出一個新書 就叫做 90後是這樣的一個文集 那本書還要是由曾鈺成去寫序 即是暗暗地說 這人跟建制派是有聯繫的 接著說 當中八成緝六的文章 都是來自不同學民思潮的成員所寫的 但是那本書賣完出去之後 那些錢是由這個人單丁正代 他一個人代替 他理論上代兩成 但他代替十成 厲害 他說當時 入來他們的組織內部的菲爾 還有阿圖和Kidman 都被他拖欠一些設計費用等等 令他聯想這些事情 第二就是說 在換屆投票之前的質詢環節 他既不承認 亦不否認自己是有跟一些中間人打交道 給他們的同齊提問 即是給他們那些蛙鬼提問 來往的人和中聯辦有沒有關係 你怎樣看被統戰修編 事隔多年都仍然記得他當時含糊其詞 知不已對 但又情緒激動 大哥 黃之鋒你經常回答記者問題 你不是知不已對 又情緒激動嗎 一樣而已 然後他就說他結果落選了 就推出了這個組織 去到2014年年初的時候 張秀賢競選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 一邊發表正綱反對教育商品化 又一邊標榜自己為通識科的補習名師 大肆宣傳給錢看他的教學影片 其實從事補習教學是很平常的 甚至乎是將他們 將這些教學補習老師 名聲化的一些罕見 問題來了 問題是 在於 渴望盈利和自己政策立場相違背的時候 就招來一些批評 爭議就是 在一些有關宣傳下架之後 就叫做 告一所段落 沒有再提過 當時就說 在同年的時候 雨傘革命的期間 和政府官員面談的五個學聯成員裡 是沒有包括張秀賢 他說 他當日只是做集會的司儀 即是張秀賢 據悉 亦和同輩的人擔心 他和中間人的關係太密切 在他們雨傘暴動之後 得到相關的資訊 他說 不敢到驚訝 為何他在學民和學聯 都先後出現過金錢的爭議 和和建制往來的問題呢 這件事之後 令黃之鋒對他更加謹慎 跟著 在2017年年尾 他就說 以一身藍色打扮參加 這個叫做 即是說張秀賢 藍色打扮參加 新界東補選民主派的初選 他說 他就選擇了支持另一個候選人 他說好些 支持學生 支持年輕人的長輩 就問 為何不支持出身於同門的張秀賢 當時他自己的判斷仍然是用不著 公開的直斥其非 保持著他們陣營的團結 這樣就不要打扮他了 如果對他的人品 去作出公開判斷的話 就不是適合 不過今時今日這樣的時間 有很多的債主出來 有任職親中機構 所以現在會想回 黃日對他那個人的評價 即是那些人 是不是有些縱伏呢 而他繼續說 到近年其實都是繼續有跡可尋 有跡可尋之後 再有跡可尋 是甚麼中文 不過都覺得算是差不多 比較流暢一點 不會讀到我上次這樣卡在這裡 黃之鋒在2019年 反西洋暴動的期間 答應支持張秀賢 支持他去建築元朗區議會的職位 在選舉之後才發現 原來張秀賢 將黃之鋒和袁立昌 兩個人的頭像 黏在同一個文宣上 當時已經問他 為何要找中間派的人來支持 是否要為了增加勝算 這件事就是 將那些甚麼 很有而明之陣營 自然不同的人 加入了 叫做 怎樣說呢 搞到他們好像坐在一條船 但黃之鋒就不認同 為何要這樣做呢 問他 他的中文呢 不好意思 就算收拾完也有點 我簡單說出來 他就說 或者沒有甚麼必然的答案 不過可以肯定 就是將黃之鋒和袁立昌 並排這樣展示 並不是好得到甚麼正面效果 而2020年的時候 他最終在新西和超級區議院的初選裡面 就叫做 玩完了 只能說出 事出必有因 不過當中有很多 內部的資訊 就沒有外傳 事到如今 諷刺的其實是中了伏的人 不止債主們 相信請他們的建制中人 營運基金的親中叔父輩 甚至甚麼會掌問主席之類 都沒有想過自己的機構 會因為職員債務的問題 而見報的 說真的 說真的 我一向都認為 這些泛步派的人 尤其是 跳到那麼開啟那麼出的人 是不應該支持的 我自己個人認為 所以 為甚麼我覺得不應該支持 因為 中伏的機會 實在太大 這件事我覺得 是要小心的 處理的時候是要小心的 黃之鋒就說 即使如今 公民社會的工作崗位 極大幅度地減少 即是他們找不到吃 但在黃圈裏面 要朋友 搭朋友地找吃 就找頓飯吃 等過往的政治人物 都有一份政績 可以低調地維生 都是難的 但都不算很難 即是甚麼 即是他們自己都找不到吃 很明顯 OK 接著 他就說 所以 就忽然 靠攏到他光譜的另一端 即是建制力量 正常人那邊 他恰好說明了 這個人的為人 操守和處事能力 因為 在他本來的圈子裡 那個風評是非常之差 簡單來說 這個是一個相當中伏的人 相當伏的人 我覺得 小心點 總之 甚麼人請他都好 都是要小心為妙的 很容易被他放上台 你看葉太就是了 OK 接著 其實重視 政治工作的人 都明白到 為人操守 政治上面的顏色 可以是無關的 蛤? 為人操守 和政治上面的顏色 可以是無關 怪人不得 你去Vills Carton 爆隔二十幾個小時 那間房間都爆了 真是沒說笑 OK 我的床都倒閉了 好了 在轉陣型之後 還要放葉劉淑儀上台 說可以代為踏路引見 在轉換陣型之前 可能都已經是 藉著能夠踏路見人 拉關 以遊走中間圈子 收封自居 其實是被收封居多 那是否呢 我當然不知道 但是 有甚麼用呢 這樣遊走 這些圈子 其實我覺得 沒甚麼意義 真的 然後他就說 而政治手腕 他是非常之 絕裂 為所屬的 叫做政團 添上一些麻煩 這件事 在甚麼程度發生 不知道之後 還有多少 這類叫做 腹味滲農 投誠的求職者 需要 叫做 我們自己建制 我們建制的人要對付我 這樣 提醒我們建制 要小心點選擇 我一向都不支持 所以我們不用小心點選擇 不過 我們建制派 是有很多好心人的 是有很多想將他們 拉回來的人 但是我也是這樣說 因為他們本身 很多這些人的操守 他們的心性 都是出了很大的問題 能力上面 也是出了很大的問題 所以呢 我認為是要極其小心 真的極其小心 不要做好人 但是給他服了我們自己 建制派裏面的善心人 好心人 接著黃之鋒就 相信張秀賢不是第一個人 亦不會做最後一個人 華麗轉身 急於有所表現 但是亦偏偏 會叫做眼高手低炒車居多 自以為做買版睡客傳話者 或者是早年看太多電影等美國的美劇 以為自己是那些主角 但香港這麼小 想行這一套 最終只會兩面不是人禍 不要緊的 不要緊的 就移民 是吧 他們最厲害的 OK 因為他們no-nots 沒有東西可以是輸 所以他們可以移 他們本身是nothing 什麼都沒有 所以可以是移民 他們不會有任何的犧牲 他說 當年有些人忽然轉向大事表中 或者認為這些舉動有助避免減少一些騙運 坊間亦有人認為這些人為勢所迫在所難免 予以一些同情的程度也是超乎想像的 1989年一些人士變哲 至今仍然在香港人裏面是一塊照妖鏡 而19年也是這樣 事實兇險 要提醒一些人 叫做小心點 叫做隨風擺漏的人 但其實我想說 黃之鋒 其實你 都認了罪 那你算不算是隨風擺漏呢 如果黃之鋒你覺得你沒錯的話 你不應該認罪 認國安法的 你不應該繼續不認罪 繼續打官司 繼續以你的所謂真理 以你認為你沒有做錯的事情 去在法庭上面 去繼續堅持下去 那你為什麼認罪呢 其實認罪 都是轉態的一種 都是變捷的一種 都是放棄手足的一種 是嗎 當然最後黃之鋒就叫人來付錢 OK 行不行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 歡迎大家下面留言告訴大家 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